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憨厚老实就业于大企业 二十岁的女嘉宾对相差七岁的男嘉宾颇有好感 总体印象还不错 可男嘉宾却语出惊人 我对她的亲友团印象比较深刻 得知真相的女嘉宾及闺蜜会做何反应呢 最终三人的关系会演变成什么样呢 她年轻帅气 有车有房 相亲现场倾盆大雨 雨中走来高个儿美女 面对比自己高的女生 男嘉宾说辞不一 太高这种的话 只要女嘉宾不介意 我也是不会介意的 把我理得了 两人甜蜜逛街 男嘉宾却突然说出这样的话 最终颜值相配的两人能否打破身高的阻碍 牵手成功男 凡日游喜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文化节特延期至9月3日21点准时结束 8月29日至9月3日 妖妮品见 凡人游喜 我们等你 爱情靠争取外不放弃 大家好 这里是凡人游戏 我是乡亲特发员于一汉 感谢只爱一生幸福一世 香港周志福珠宝对我们来提供的奖品赞助 以及中国珠宝的特约播出 那现在参加我们凡人游戏 不仅可以通过热线电话 68615868参与报名 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真爱网的报名渠道也是可以报名的 那我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是来自一个大企业的男生 我觉得他的外形感觉就是特别憨厚老实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男嘉宾 请命叫张德尔今年27岁 月收入在4千左右 在长尔福特上班 煮房有一套煮房三十两天 目前还没够买车 本期交流男嘉宾张玲 27岁 身高因为72 职业 长安福特员工月收入4千元 婚姻状况未婚 我有两段情感经历都是网上认识的 都没在一起好久 主要都是结束过后 都是因为性格不合而分手 我的兴趣还好 平时主要是在家里看电视 或者有时候在外面小区外面打个鱼帽去 或者打个乒乓之类的 我的最后要求是不要太胖 身高在一米五五到一米六五之间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主要他的性格的话不要太坡了 不要有严重的工作病 年龄在24至27岁左右 男嘉宾则有要求 一 不要太胖 身高在一米五五至一米六五之间 二 有稳定工作 三 性格好 不要有公主病 四 年龄20到27岁之间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喜 我是珍爱网关桥店 情感顾问飞桃 我们的男嘉宾是一位 踏实靠谱的小伙 看一下条件 人家的房子也是备好了的 而且是三十两厅 够住了连爸连妈连娃 都可以安排好了 而且自己的条件 也是在一个 我们本地的知名企业里面 收入也是比较稳定的 虽然说收入不高 但是人生的大事 那些硬件已经基本齐备了 所以来到节目当中 也是想找到一个 不要有公主病 性格温和一点的 要有稳定工作的女孩子 我觉得这些条件 都挺靠谱的 那我们看一下 编导为她找来了 怎样的女嘉宾呢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女嘉宾 我叫梁庆杰 今年24岁 从事9点前台工作 收入大概2500左右 目前是和父母居住的一期 本期交由女嘉宾 梁庆杰20岁 身高1米50 职业 酒店前台 月收入2500元 婚姻状况未婚 情绪还好的话 平时 远的比较喜欢流病 就最近几个月之内 都没有玩了 谈恋爱的话 基本上就远 都初中的事 刷过几个朋友 出来上班过后 就没再刷过了 想找一个23到28左右的 身高的话 在主城区内有住房 不太喜欢那种跑夜店 或者是打游戏的男生 女嘉宾则我要求 一 23到28岁之间 二 身高1米68以上 三 在主城有住房 四 不喜欢聚业店 及打游戏的男生 男女嘉宾 其实他们的年龄差距 应该有7岁 但是男女嘉宾 是知道这个情况的 而且他们是不介意 不过我们男嘉宾 有一点担心 就是觉得 这个年龄的差距 会不会给他们 以后的相处 带来一些障碍呢 就带着这个顾虑 我们来到了 观音桥 珍爱网的门店 也请他们的红娘 给我们的男嘉宾 制着招 吃一颗定心丸 有利于 接下来我们男女嘉宾 今天的相亲 和男嘉宾一起 我们来到了 珍爱网门店 在告诉红娘 女嘉宾的情况之后 红娘会给出男嘉宾 哪些约会建议呢 衣服的话 下次尽量选 那种纯色一点的 浅色一点 浅色系的 可能会更适合你一点 更能感觉 干净清爽一点 然后见面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 要讨的女孩子 欢心的话 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的话 就是要给对方安全感 那么第二个的话 就是你们要找 共同的一些兴趣爱好 比如说 像你可以问一下 女生的话 平时喜不喜欢看电影 那她喜欢看哪类的电影 那你着重的话 就去帮她多找一下 下次有这种电影的时候 可以邀请她一起去看 还有就是 其他的一些兴趣爱好 比如说饮食方面的 还有她自己 比如说喜不喜欢看书 这样的话 下次你是不是可以 找个机会 约着她一起 那我想请问一下 安全感就在 相信过程中 哪个提醒呢 安全感是吧 其实安全感的话 你可以这样吧 就是初次在跟 女孩子介绍你的工作 我大概了解了一下 你是在长安上班 是吧 对 其实你的工作的话 是非常稳定的 然后你可以告诉她 我目前的话 就是在长安里面 担任了什么职位 然后今后的话 有个什么打算 你的未来的规划 越清晰越好 对 而且我看到你在 重庆游房 这些东西都是你的 加分值 你可以告诉她 对 好 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得了 没有了 好的 可以了吗 好的 我们男嘉宾是已经 从真爱网的门店 咨询过洪梁的一些 专业意见来到了 我的身边 你好张琳 你好 听说你是来自一个 我们重庆的大企业 对 她是长安府的 中外活泽的 好棒啊 那为什么会选择 来我们凡人游戏相亲呢 因为我是凡人游戏的 中式观众 觉得我们值得信赖 是吧 对 那刚刚那个 你去了真爱网的门店 经过他们的红娘 给了一番意见之后 现在心里面 有没有吃到一颗定心丸 吃的了 吃了 她主要说 要给女嘉宾安全感 还有要给女嘉宾 找话题 这些 对 毕竟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好像是比你小七岁 对 所以你不仅今天是一个 男友的角色 去跟我们女嘉宾相亲 同时也要觉得是 自己一个大哥哥 去好好照顾她 对 我觉得我们今天 你应该是比今天的交扬 更加火热 然后一会儿去 期待我们女嘉宾的出现 好吗 然后女嘉宾 我告诉你 其实是已经来到了 这个步行街的 轻轨站门口 然后我们一起去接接她 好吗 好好好 我爱 并且我爱为她 准备了回礼物 是什么 我踩在身上的 踩在身上的 这是什么 补水的 我们国产品牌 百雀灵的一个补水的 天哪您好棒 就是今天觉得太热了 一会儿 你是要亲自给她喷一喷吗 我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关系 一会儿熟络了 什么都好意思了 好 我们就去找我们的女嘉宾 好吧 好 炎炎夏日 女嘉宾在轻轨站等待着男嘉宾 你怎么也不买个冷饮 给女嘉宾带去呢 是不是来得没有女嘉宾呢 是不是来得没有女嘉宾呢 那个哦 多半都是 你好 这是今天女嘉宾啊 嗯嗯 你那会儿我们的嘛 找找人心灵的啊 没事 等会儿没 等会儿呢 我们走去坐会儿嘛 走去坐会儿 今天你耍家吗 休息吗 没有 晚上什么 男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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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晚上什么 昨天晚上睡了呀 嗯 你十几次做什么工作呢 九点儿前台 啊 还是好上台 还好吧 好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二十岁 说真的 妹子 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你的年龄跟你的外形 让我觉得反差蛮大的 嗯 因为二十岁的年纪 你的那个形象方面 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 我想可能跟你的工作有关系 因为你是酒店前台 可能有时候要熬夜 那么要 平时要注意休息 因为你的眼带 已经非常明显了 再也就是上咱们节目呢 我建议你还是化一下妆 正因为看上去外形 有点憔悴 有没有化妆 感受 可能给男嘉宾的感受 就会比实际年龄要大很多 看一下今天的相亲会怎样 男女嘉宾及女嘉宾 亲友团三人在商讨之后 决定还是找家餐馆 边吃边慢慢了解 喜欢吃点辣的吗 不喜欢辣 想吃辣 太辣 太辣了 有没有他都不吃的吗 我没等 你等 你朋友那些看看 他吃了 你朋友请他怎么着 请他 你手边点 你们手边点的是 有没有要吃点 给你亲朋友点了 男嘉宾还是暖男呀 不仅问问女嘉宾的口味 还不时地问一下 女嘉宾闺蜜的意见 自十点完餐 男嘉宾赶紧拿出 准备已久的礼物 女嘉宾是我昨天 专门去超市去 给你买的一个衣服 衣服的 你快去洗洗 没事 哎呦 你朋友在哪里住上班呢 没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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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不上班 很安逸 到时候上班 都不都上了些 你是住在哪里了 我住到预备两座西区的 在西区 当在中央公园附近的 你父母住得去吗 没有 我一个的 你是打算就以后 都是住在预备区那边吗 我是打算都住到预备区那边了 因为房子都买到那边了 都打算住在预备区那边了 有没有买车子的打算呢 买车子的话 因为要看 今天只练过了 再说嘛 我的最关心的 有很多问题 就是 我不是很喜欢 女儿 她的农村淹没的 但是 我可能对她的女儿 感觉不是很好 因为 我对女儿 很多我喜欢女生 虚长对吧 但是我的过程 是好 那个 因为我 希望女家宾 女生 女生会做点家务 会做点饭 那些 农村不管 我不要求她 会做马汉全鞋 至少会做个 一两个菜 两三个菜 农村一家人 比如说 屋头来个 一两个人 至少她会农 农村菜的下 并且 希望她有一份工作 农村不管 一千两千都可以 反正只要是 有份工作 不要一份 家一份 不得去 或者是难工 化妆的话 我平时都不能化妆 但是长头发 我基本上都是 留短头发 做饭的话 我也会弄 平时我在屋头 也会弄饭 做新鲜 像比如说 成一号 比如说我们两个 少女朋友一号 你愿不愿意 为我 留成长头发 或者 我从小到大 基本上都是 留短头发 我比较喜欢短头发 三人有说有笑地 吃完饭 气氛相当不错 编导私下询问其 女嘉宾及闺蜜 对男嘉宾的看法 今天我们刚才一起吃饭 也谈了很多 可能在那个性格方面 感觉不是很合适 因为我朋友 应该一直喜欢短发 然后他可能是男嘉宾 比较喜欢长发 我朋友应该是 喜欢一直留短发 然后平时玩耍的 应该都玩不到 一起哪一种 她形象一块 我对她中天一样还不错 就是在接下来 再接出会儿吧 女嘉宾表示还想和男嘉宾 接下来进一步了解的时候 男嘉宾突然找到工作人员 说出了让大家都惊讶的事 我因为在和她聊天的过程中 她为我留长头发那件事 我因为我比较喜欢留长头发的女生 因为她那件事都不愿意为我做 我对她的影响还是不是很好 我跟女嘉宾的汽油团聊了两天 损失聊得并不多 我对她的影响还是很不错的 相亲开始之后 我们的男嘉宾一直在展示一个暖男的形象 比如说是头天就买好了礼物送给女嘉宾 虽然说是补水的化妆水 感觉这种礼物非常的怎么讲呢 就是其实女生不一定会喜欢 另外的品牌的化妆水 因为女生一般有习惯用自己用惯了的东西 但这些礼物都让人觉得非常的贴心 而且在整个吃饭的过程当中 也是对女嘉宾的闺蜜照顾有加 不停地问她你要吃什么呀什么的 比很多的男嘉宾一来眼中就只有女嘉宾 其他的人都是空气一样的 比如我们的栏目组的人 或者人家的亲友团都是空气 买水都只买一杯 只给女嘉宾的那种男嘉宾 跟我们今天的男嘉宾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没有想到一切都是有阴谋的 因为我们的男嘉宾真正看上的人 竟然是闺蜜 难怪在吃饭的过程中 如此的献殷勤 男嘉宾我怎么就看错了你呢 得知男嘉宾对女嘉宾没感觉 却看上了女闺蜜以后 相亲特派员赶紧将男嘉宾叫到一旁 询问情况 对我所知你现在心里面有 就是对我们女嘉宾以及女嘉宾的闺蜜 有另外的一些想法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我对女嘉宾的想法 我对她的影响感觉不是太好 我对女嘉宾的亲友团感觉要好一些 我问一下你对我们女嘉宾不好是为什么吗 哪方面不好 她的给我留下的第一影响都不是太好 因为首先不管相亲的话都是参加了节目 首先都是要第一影响 因为第一影响如果不是太好的话 我们也都能发生下去 那我纠正一下 其实不是我们女嘉宾不好 是你对她没有第一感觉 感觉没到位而已 可能你不喜欢她这样的女生 这种类型的对不对 那为什么又看上了我们的女闺蜜呢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长头发的 比较喜欢长头发呀 直发的女生 所以说因为她的闺蜜是长头发 直发也不光从她那边 也有其他方面嘛 当然看那个选择另一半 第一眼员是非常重要的 既然咱们第一眼就没有到位的话 我们呢在节目里面是肯定不会勉强的 但是呢今天又看上了 第一眼呢又对女闺蜜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有了那么一丝感觉了 那我就想问问你哈 如果说接下来的时间 要对我们女闺蜜进行表白和追求吗 可以尝试一下 可以尝试一下 但是这样的 人家嘛毕竟是好朋友 这样的尝试不一定会成功 我要先提醒你 同时呢你要处理好 两个女生之间的关系 以及现场我们的一个氛围 对不对 虽然你不是要表达 但是我觉得这是男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你应该去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首先第一点就是要跟我们女嘉宾 好好说一下 好好解释一下 然后第二呢就是你自己说的 愿意对我们那个 她的女闺蜜进行攻击 就是追求一下女闺蜜了 对我也可以为她准备点杂志小礼物 但是我希望你们帮我想一下 这样我是可以帮你跟我们女嘉宾 和她的闺蜜做一些思想工作了 毕竟我们栏目组 也要对你们负责任 然后同时呢你自己 也要做更多的事情 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两点 但最终还得靠你自己 自己一定要迈出这一步好不好 好 OK 加油 男嘉宾询问编导意见后 决定买束小清新的花 送给年轻的闺蜜 并且仔细地在一旁看着 可见男嘉宾是针对闺蜜动了心 但是男嘉宾 你也要好好想一想 一会儿怎么给女嘉宾解释呀 与此同时 另一边主持人正和女嘉宾及闺蜜 解释这一突发状况 不知道女嘉宾及闺蜜 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好的 其实这样的 我有个事情呢 想要跟二位沟通一下 就是你们也知道 其实我们凡人有喜啊 我们刚开始呢 是一对一的匹配了之后来相亲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可控的 根据你们的要求啊 我们来选择 好 但是呢 我们人的心嘛 包括人的感觉 感情 那是我们控制不了的 不可控的 所以现在呢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男嘉宾 今天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男嘉宾看到你们两个之后呢 他给我们反馈的感觉就是 第一眼可能对闺蜜的 那个感觉要好一些 人嘛就是看第一演员的 对不对 也希望那个 我们的女嘉宾可以理解 也希望我们的闺蜜可以理解 这也是我们控制不了的 但是呢 我相信我们男嘉宾 一会儿呢 会对二位做出一些解释 他我觉得他不是一个 那么没有担当的男孩子 那个所以我现在呢 就是想要跟二位说一下 这个情况 如果说接下来 我们的男嘉宾 想要追求我们的那个闺蜜 这是可以的吗 不可以 我不能接受这一点 这个其实也是 预料当中的事情了 不可能就是说 就是两个都是好朋友嘛 不可能都是第一天相亲 来追求两个好朋友 这却是让人很尴尬的 一个事情 但是呢 既然呢 他要勇敢地走出这一步 要想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尊重他的 当然你可以一会儿 你可以是拒绝的 但是呢 他如果要表达的话 我也请可以给他 这么一个机会 好不好 谢谢 非常谢谢我们的闺蜜的理解 同时呢 一会儿我们男嘉宾 肯定还是会跟你道歉的 这个事情 因为我觉得 这不是他故意的 因为毕竟嘛 最开始没有说跟谁 已经确定好关系了 已经是男女朋友了 对不对 大家都是第一次来到节目里面相亲 既然如果说不能成为男女朋友 我觉得成为朋友也是可以的 是不是 毕竟也是一种缘分 作为朋友也是一种缘分嘛 那好 一会儿男嘉宾到了之后呢 我就会把那个时间交给他 然后看他自己怎么来处理 接下来的这个情况 相亲特派员又要给女嘉宾解释 又要帮男嘉宾争取机会 男嘉宾 你可一定要加油呀 可别让相亲特派员白忙活 而男嘉宾呢 已经拿起包好的鲜花 回到了相亲现场 接下来 三人的关系 又会如何发展呢 好的 直接来 我呢 刚刚也是费尽苦心 为我们男嘉宾争取到了一个 对我们女嘉宾的闺蜜 做一个表白的这么一个机会 到底成不成功呢 就看你自己了 好吧 接下来我把话筒的时间都交给你 女嘉宾 不好意思 我今天也不是理人 我对你的感觉方船始终差一点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另外 另外呢 你闺蜜 我也 我也不想能够说 方船 希望你能够 我也不太会说话 希望你能接受这说话 我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不希望比我打太多的男孩子 我跟我闺蜜不一样 我不能接受打这么多的 我觉得能接受比我大三岁的 而且我喜欢 能陪我一起出去玩的 而且我比我闺蜜 她要踏实一点 我是那种 可上班不可上班那种人 她是一直上班那种 我是比较喜欢玩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太合适 我不太喜欢在场里面 扫蜜蜜男孩子 节目的最后 我们这个曲折的节目呢 还是落下了帷幕 因为男嘉宾并没有牵手成功 在这里呢 我想提到的是一个 关于直男的矛盾 我们可以看一下 男嘉宾今天来节目的时候 可说的是 我要找一个身高 在一米五五到一米六之间的 然后没有公主病的 性格她是有工作的 是的 我们的女嘉宾 绝对符合她的要求 但是我们男嘉宾 看上的是谁呢 是她之前坚决强调的 我不喜欢浓妆艳魔的女生 我不喜欢没有工作的女生 我们的女闺蜜既没有工作 也浓妆艳魔 甚至自己还强调 我可是不喜欢工作的那种 我是想耍就耍的 没有问题 我们的男嘉宾完全是 把所有的择偶要求 都抛到了脑后 因为颜值既正义 因为她觉得我们的 女闺蜜才是符合自己 心目当中女神形象的女孩子 所以说直男的矛盾就在这里 不管她之前想得多么的 我要找一个怎样的 持家有方的 温柔贤惠的 都是浮云 只要是女生有颜值 只要颜值符合她的想象 那么她只会在眼中 看到那张脸 其他的一切都是不要紧的 整张的矛盾点也在于此 男嘉宾回去不妨好好想一想 人这一生到底应该追求的是什么 你心中也许有答案 那就是颜值啊 她年轻帅气 有车有房 相亲现场倾盆大雨 雨中走来高个美女 面对比自己高的女生 男嘉宾说辞不一 太高这种的话 只要女嘉宾不介意 我也是不会介意的 把我离得了 两人甜蜜逛街 男嘉宾却突然说出这样的话 干脆一定要不要 乘上了一个平台嘛 最终颜值相配的两人 能否打破身高的阻碍 牵手成功男 凡人游喜 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凡人游喜 相亲开始了 周一到周五 每晚九点 真诚相亲 绝不作秀 欢迎拨打热信电话 68615868 凡人游喜 我们等你 现在呢我们是已经来到了 我们第二队相亲嘉宾 要约会的地点了 大家看到我们上午的相亲 还是艳阳高照 现在这是暴雨伴着雷声啊 不过我们的相亲 还是得继续的为人民服务嘛 我们男嘉宾是已经来到了 我的身边 跟我们观众会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男嘉宾 我姓王叫王骏 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男嘉宾 我叫王骏 今年的话24岁 然后现在从目前的话 是从事房地产工作 月收入的话大概是8000左右 然后的话现在有房有车 本期交友男嘉宾 王骏24岁 身高页米75 职业房地产销售 月收入8000元 婚姻状况未婚 以前有过一段感情经历 然后可能后边是因为 一些性格的不合吧 然后导致了我们最终 没有走在一起 我平时的话的一些爱好 就是跟那个朋友 一起去打打球啊 上上网啊 钓钓鱼之类的 则标准的话 首先她得是一个 比较文静一点女孩 然后其次的话就是 工作这一块 是属于一个 早就晚午的一个状态 然后的话 希望我们能有周末 然后可以一起出去 玩一下 或者之类的 然后的话 有一点就是 身高这块的话 大概是在那个 165左右 165左右 然后的话 年龄比我小一点就行了 男嘉宾走舞要求 一 文静 二 工作朝九晚五 三 身高1米65左右 年龄比自己小 好了 现在我们来到了 狂风骤雨的下午 让我们看一下 今天如此艰难的 自然条件下 我们仍然坚持 相亲的男女嘉宾 我们的男嘉宾呢 身高是1米75左右 大家可以看一下 编导一定要把这个镜头 给到他 多么标准的相亲制服 很多男生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真的就穿着那种内衣T恤 大短裤 怪怪的那些Polo衫 就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其实真的应该学习一下 我们今天这位男嘉宾 他的衣着 他整个人的形象 他经过打理的头发 这就是标准的 应该相亲的时候 标准的穿着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七月份的重庆 虽然下着雨 你也穿个长袖 你不热吗 是这样的 因为今天的话 上午是还在上班 然后下午的话 就接到男朋友的电话 于是就赶快了 非常感谢你 来参加我们节目 现在我们凡人有喜 我要告诉你 其实我们女嘉宾 已经来到现场了 我先这么问一个问题 你对女生的身高 有要求吗 身高的话 最好是在165以上 165以上 没有上限了 女生身高的话 最好是在165以上 然后的话 对于太高这种的话 只要女嘉宾不介意 我也是不会介意的 难怪 所以我就说 肯定你这个要求 我们编导也是知道的 所以才跟你匹配了 我们今天这么一位女嘉宾 我们女嘉宾是已经来到现场了 我真的是特别慌张 我觉得简直叫前方高能 反正谈她的心情 我觉得我现在心情 不比这个雨糟多少 来我们请出我们的女嘉宾 大家好 我叫刘成 今年20岁 我目前是从事一家公司的会计工作 然后我的收入是一个月4000块钱左右 我现在目前就是跟父母居住在一起 目前有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 就是我身高 近身高174 希望有男嘉宾可以获得住我 本期交友女嘉宾 刘成20岁 身高174 职业 会计 月收入4000元 婚姻状况 未婚 我之前交往过一个男朋友 就是近身高比我矮很多 然后我又要穿高跟鞋 所以我们两个因为这个原因 然后分得手 我个人比较爱好唱歌 还有跳舞这一类 然后还有就是早上喜欢跑步步 然后旅游也是特别喜欢的一项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希望今年过年可以在火车上 就在旅途上 不要待在家里 由于本人近身高174 然后又喜欢穿高跟鞋 所以一般男生就接受不了 所以我的主要要求就是 男嘉宾一定要能接受我穿高跟鞋 近身高最好在175以上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的工作一定要稳定 然后家庭也当然要稍微和谐 女嘉宾则我要求 一 接受自己穿高跟鞋 二 身高1米75以上 三 工作稳定 家庭和谐 女嘉宾快过来淋雨 天哪 真的是 女嘉宾快过来 你怎么走得那么优雅 你可不可以快一点 我们再淋雨 好吧 女嘉宾向我们狂狂地走来 可以把伞继续撑起 我们都灵魂 快快快撑起来 没关系的 把伞撑起来 是不是前方高能太高了 从编导而笑的 那个女嘉宾身高的时候 其实跟我近身高差不多嘛 然后我觉得还好其实 但是 在28斤看到女嘉宾 从那个台阶上面走下的时候 就是爆雷到了 一位高跳的美女 在暴风骤雨当中 向我们狂狂地走来 你也走得那么优雅 我们还在雨里面淋着 刚才有一点尴尬 因为我有一点小紧张 是看到我们男嘉宾紧张吗 是 那觉得我们男嘉宾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还好 因为你穿得有一点根的鞋 这个身高我是不介意的 那完全OK啊 男嘉宾也不介意 你也不介意这个身高的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的相亲工作 就很好开展了 那个 来两块砖头的话 可能会更完美 脚底下 好了 不开玩笑了 我们赶紧躲开这一场 暴风骤雨 进入我们接下来的相亲 终于看到我们今天的女嘉宾了 从风雨当中走来 像小倩一样的优雅 我真的好羡慕她的手臂 大家可以看一下她的手臂 又纤细又结实 因为她平时的习惯是喜欢跑步 说真的 我很少见到身高达到这么高 一米七四以后 然后面容还长得如此的文静清秀 而且身材也非常的好的女孩子 说真的 我觉得个子太高呢 对女生来说真的是一种残疾 但是我们的女嘉宾 这种颜值的话 我会觉得身高对她来说 是另一种优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月3日21点准时结束 8月29日至9月3日 邀你聘见 中国珠宝 传承青年汇聚经典 今天这个传奇的高官 就是眼包黑的 就是眼高 那我想问一下男嘉宾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这个身高嘛 就是很尴尬 很尴尬的 然后而且 对对 而且一般都是在上一本的观点当中 就是女生比男生高 她也都不好看 所以说我说问一下 你父母会不会接这方面的问题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的话 困难 我现在暂时也不晓得 但是我相信的话 应该父母都不是特别 应该不是特别接应 到时候会回去 详细问一下父母那块吗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男嘉宾真是乐坏了 而且也吓坏了 因为之前的话可以说是 怎么讲叫做卖家秀 看到女嘉宾的照片可能觉得 女嘉宾还可以 结果一看到卖家秀居然这么大只 吓坏了 但是还好女嘉宾的颜值真的是把它hold住了 不过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交谈也非常的有意思 女嘉宾居然会问 你们家恋人会嫌弃我太高吗 天哪 这个问题真的是 你是不是要气死广大的女观众啊 大多数我们重庆女孩子面对的问题都是 你们家会不会嫌我太矮 结果你的问题居然是反的 而男嘉宾 男嘉宾我也很佩服你的脸皮 你竟然会那么从容地就说 我们家可能不介意 能得到介意吗 这么好的女孩子长这么漂亮 个子那么高 是改善你们家基因来的 当然了你的经济看上去还可以 但是我们女嘉宾是如此的自谦 那么我们的男嘉宾 你是不是也可以谦虚一点呢 女嘉宾今年才20岁 我今年的话是24岁 要比你大10岁 大10岁开始你唱了 对对对 其实那你有没有想过以后 好久结婚那个人 我只能结婚那些事情要看缘分 看缘分 主要是因为才刚结束的话 其实也说不准是好久结婚 主要是看两个中途之间的磨合 能不能磨合在一起 那你觉得看到我有没有演员也是吗 第一感觉很可以 我大概说说我俩 因为我想的话是 差不多在25岁左右这样子结婚 因为我现在的话目前 工作这块还算稳定 然后的话每个月大概 反正有个七八千的样子嘛 然后房子这块的话 现在母亲也是买了 然后的话差不多打算的是在25岁左右啊 然后都打算结婚了 也不像就是妈妈这块太担心嘛 第一次跟男嘉宾聊天 我觉得还是都愉快了 然后主要是我们在情绪爱好方面 都比较投缘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会有机会的 然后另外一个都是 因为我现在还年轻 然后但是那时候第一次相亲 我本来还是多紧张 然后也觉得我也以为相亲会比较尴尬 但是男嘉宾还是比较健碳 然后我们也谈得比较愉快 但是男嘉宾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他打算你是25岁左右结婚 我现在才20岁 然后我现在工作也不是很稳定 所以说我想工作再稳定一下 但是我24岁结婚 对我来说也太早了 而且也不够成熟 而且我觉得男生在25岁也不算成熟 还有一个问题都是 虽然男嘉宾现在什么都有了 他说什么房子什么工作 什么都很稳定都有了 但是我觉得 离我的语气可能还有一点的距离 你平时这块有没有还是心情爱好一些 我主要就是喜欢去爬山 还有旋 对 这个是黑 对对 这个是有氧的云童 很健康 我都喜欢跑到贵州 进去比较好 那还是可以 因为我这个工作的话都是有时候 可能会存在比较忙 然后有时候的话可能 因为很多时候会遇到 可以飞机事情 然后的话可能都 有时候会存在加班 但是的话我们每周的话都是有个一样的休息的 然后我希望到时候如果有机会一下以后 大家可以周末一起吃饭一下 快点 哎呦 女嘉宾呢还是属于一个比较稳定的人 然后呢也是属于那种我比较喜欢的人 然后的话并且他的一些心情爱好的一块还是比较健康的 所以的话我希望我们有进一步的一个那个发展嘛 嗨 夏二位 那个年轻人相亲啊 我们不能老这么坐着 太那个感觉太死板了 而且也鼓励于两个进一步的感情的交流 虽然外面下着雨呢 但是我觉得这商城里面哈 还是可以一起去走走的 逛一逛嘛 女生都喜欢逛街对不对 看我多懂她 那个就带着这么高挑这么美丽的一位女生 在商场里面走着是多美得一道风景线呀 是不是 对 要不要去走一下 好的好的 好吧 然后再培养培养感情 虽然女嘉宾穿上高跟鞋比男嘉宾高 但并不影响两人愉快地逛街 两人也是说说笑笑 看上去两人就是一对甜蜜的小情侣 沙滩上每个照应都换给海浪 哪有你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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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刻都是小永远 每一张照片浪漫情节都值得纪念 是我们爱的小永远 心不顺着你偷偷把你贴在我耳边 说你是真的 我觉得韩斯多可爱的 主要是他有比较贴心 然后又适合 有时候我们两个不会说话 有一点尴尬 但是他也会将一点少少话来多少 干脆你要不要穿上哪个屏点吗 要不然我觉得太高了 没有 你好难看 我穿补衣服太快了 好吧 开个玩笑 刚刚跟那个女嘉宾去逛街 一说了 然后可能是身高的原因嘛 然后总感觉都是身边的话 还是有人在看 然后在看到我那种 刚刚两位去商场逛了一圈 带着这么高颜值 高身材 这么高套的女生去逛街 感觉怎么样 灰头率高不高 那肯定高啊 拉风吗 拉风 拉风 长脸吗 特别长脸 我觉得还很合拍 二位 现在好像我觉得相处得蛮融洽的 没有一点问题是可以牵手了吗 现在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尴尬的就是 因为男嘉宾他提出要25岁就结婚嘛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太早了 太小了我 是的 我们把这样的问题就摊开来说了 摆到面上了 因为我觉得二位一直好像彼此之间的 感觉都很好 而且像身高这样的问题 二位都不介意 今天相处得特别融洽 所以我觉得很OK 但是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女嘉宾说的 觉得现在这个结婚的年龄是不是 本来年龄小结婚的如果你要求明年的话 会不会太早了一点 然后女嘉宾可能想再缓一缓 是不是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我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的话就是 也不是说非要在明年是吧 在那个反正是25岁以后再结婚 然后大概到个二十六七二十七八都可以 只是目前这样一个打算 在25岁左右结婚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你们在各方面都匹配 我们编导也是根据你们二位的要求 把你们约到一起这样相亲 也是一种缘分 在我看来的话 其实结婚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往后挪 没必要今天给出一个结论 二位觉得呢 因为今天我们只是说初步的一个认识 感觉很好 条件都觉得还可以 蛮般配的 那行 咱们就可以初步确定一个关系 然后接下来 还需要进一步的沟通交流 毕竟今天也只有那么短的时间 是不是 你如果要结婚的话 我都觉得很仓促了 讨论这个问题 这些事情我们下来以后 就是啊 今天你们我要考虑的就是 合不合拍 合拍我们就牵手成功 如果觉得还需要再考虑一下的话 也不勉强了 好吗 那给几分钟时间 给二位考虑一下 我们做最后的选择 嗯 年期至9月3日21点准时结束 8月29日至9月3日 邀尼品见 欢迎有喜 我们等你 接下来呢如果我们男女嘉宾同意牵手的话 就将出现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如果说二位觉得还要再考虑一下 那他们就不会出现在我们的镜头里了 我们期待我们男女嘉宾给出的结果 主持人宣布完最后选择规则后 女嘉宾默默地走远了 而男嘉宾还在原地 看上去如此相配的两人 最终能回到初次见面的地方 两人能牵手成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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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爱 好的 非常恭喜我们今天的男女嘉宾 可以牵手成功啊 真的不枉我们整个栏目组 为了他们迷了这一场雨啊 真的突然想到了那句老话 就是身高不是距离 年龄不是问题 反正呢 在就算是暴风骤雨 我都要等到你 好了 非常恭喜他们 节目的最后我们的男女嘉宾 是在狂风暴雨当中牵手成功 所以说再恶劣的天气 都挡不住有缘分的人 那么最后呢 我给这对有缘人的建议就是别急 因为我们的女嘉宾真的挺小的 她今年才二十岁 我觉得二十岁的年纪呢 一半是大人 一半是孩子 就是我们从生理上来说 肯定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了 但是在心理上 还多多少少有点孩子气 在这个时候 人生最美好的年华 我觉得应该多多地去体验 去感受生活 生活的美好 比如说一起去旅行 然后一起恋爱 约会 我觉得总而言之 就是不要急着去结婚 结婚是一件很漫长的事情 我们可以晚一点再做 那么现在呢 就是尽情地去约会吧 还是那句老话的爱情靠中去 不放弃凡人游戏 我们等着你 感谢志爱一生幸福一世 香港周志福珠宝 对本栏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以及中国珠宝的特约播出 现在参加我们凡人游戏 不仅可以通过热线电话 68615868参与报名 同时您还可以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珍爱网的报名渠道 也是可以报名的 欢迎游戏 我们等你 她出生于一个重男轻女的特殊家庭 对 我是老五 因为我妈妈她们想生儿子 相亲现场 为何却遭到男嘉宾的不断质疑 母亲的考察 能否打消她的顾虑 她是刚离异一个月的单亲妈妈 着急忙慌来相亲 为何却对男嘉宾做出 如此直白的评价 有点矮 有点胖 我也胖啊 我不想她找个更胖的呀 究竟是男嘉宾条件太畅 还是她要求过高 十顶绝环沙房子太小 不想找龙春年 因为以前哪个是龙春年 凡人有喜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笑 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 你说的确实乐远 要用心去游览 这种说法多浪漫 还可以带我 你能看不见的 这种说法教教教学